花满月 三 作者 南渡 朗读者 盛焕 学校向东 穿过小集市 几十米外就是淮河大堤 大堤有一人多高 上面长满了厚实的霸耿草 像一层绿色的草毯盖在大堤上 霸耿向下是成片的农田 中间滚滚流淌着清澈的淮河水 河面上行走着难来北往的船只 逆流而上的拖轮后面挂着长长的货船 像火车一样拖了好几节 顶着水流 船弦压住水面 泛着白色的浪花 似乎随时都会沉入水中 看得人胆战心惊 顺流而下的货船 大多竖着高高的桂杆 刚出引河 我们在校园里就能看见巨大的白帆 在河面上鼓风而行 高出学校屋顶一大截 比树梢还高 似乎是在半空行走的飞船 我们一下课就争先恐后地冲上坝梗去看帆船 顺风的时候 他跑得不比拖轮慢呢 然后就在河面上慢慢矮下去 当他渐渐变成灰影 直到消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进了女珊瑚了 河堤上建有一座高高的铁架 共有七层 肩顶上有个小小的圆座 可以坐一个人 据说是监测淮河水位用的 那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 每天下午放学 总有几十个孩子拥在大铁架下 你争我抢地向上爬 胜利者坐在原座上 悠然地看着远方 骄傲地指点着即将到来的帆船 其他人零散地用各种姿势挂在大铁架上 有的还在互相打斗 有的向下扔东西吐唾沫 还有的坏家伙会掏出小鸡鸡向下撒尿 故意招来一片责骂 下面的孩子就捡起石子反击 砸在大铁架上 叮叮作响 满月也爬上去过几次 但不超过四层 就小心翼翼地下来了 我们村有个女孩叫小翠 手脚精细 动作却麻利 经常不用脚踢 直接从大铁架中间乱七八糟地横梁向上爬 比男孩子爬得还快 往往那些大男孩还在第六层 他已经坐在大铁架顶上了 悠着双腿向下大笑 我大多数时间都站在大铁架下仰头看着 看着他们爬 看着他们笑 看着他们捣蛋 说不上是羡慕 也没有什么好奇 回去迟了 家长就会问 就撒谎说是在写作业 或者被老师留下来扫地 有一天 小翠从大铁架上摔了下来 幸好还没爬到顶 脚下一滑 被横梁挡了几下 摔断了胳膊 第二天打着石膏来上课 班里同学使劲嘲笑他 他下巴也拉脱了 刚刚复位 一说话就疼 一句话也不能回 只能拿眼狠狠地瞪着别人 母亲担心我也去爬大铁架 先在家欲揍了一顿 已做警示 又请满月看着我点 村里大人都知道 满月是个稳重懂事的好孩子 这事被小伙伴知道了 就嘲笑我是满月的小男人 满月不在乎 仍然笑笑地翘着嘴角 天天和我一起上学 我却感觉受到了莫名的伤害 本来不敢爬大铁架 莫须有的自尊 却驱动着我 放学后 翩翩来到大铁架下 小伙伴们看到我 笑嘻嘻地问 小男人也来了 我赌气刚抬起腿 手就被牢牢攥住了 回头一看 果然是满月 他笑眯眯地对我说 你妈让我看着你 不让你爬 小伙伴们笑得更坏了 故意扯开大嗓门喊道 快把小男人拉回家 进洞房去吧 有的还用石头 咚咚地敲打着铁架 唯恐天下不乱 我不知道 进洞房是什么意思 但看他们的嘴脸就知道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我憋红了脸 皱起小眉头 很凶地冲着满月吼 我就要爬 关你什么事 你又不是我吗 说完使劲要甩开他 但满月手攥得很紧 就像死死攥住一只 不断扑腾的小公斤 他脸上躺着细汗 滴答滴答向下掉 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 是你妈让我看着你的 我气急了 腾扶另一只手来 用力推他 我推一步 他让一步 我又抬脚去踢 可是人小 腿也短 被他让得远远的 根本踢不着 于是 我就一口唾沫 吐在他脸上 狠狠地骂了一句 让你脸上长选 这是小孩子能用到的 罪以恶毒的一招 我们都相信 唾沫有毒 吐到人脸上就会长选 满月顿时停住了笑容 抬手擦掉唾沫 瞪了我一眼 小伙伴们又鼓噪起来 揍他 揍你小男人 我当时真的害怕 如果满月要揍我 恐怕比那些大男孩 下手还重 他天天干活 力气太大了 但是满月没动手 只是把我拉到大地边 坐了下来 抬头看着别人 爬上爬下 我不敢再挣扎 乖乖地坐在他身边 任由别人嘲笑 不一会儿 满月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耳边静静地挂着汗水 不挠也不怒 只是不时用衣服沾着汗水 去擦被吐过的地方 后来好几天 没事我就看他脸 还是黑油油的 并没有长出选来 一个星期以后 我就把这事给忘掉了 满月也没有再提起过 自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去爬大铁架 直到大铁架倒掉 我都没有上去过一次 上学路上要经过一条十几米宽的清水沟 我们习惯称为大沟 长满了浮平和鱼星草 是通向淮河的泄洪渠 当时大沟上没有桥 要从几块大石头上跨过去 石头之间搭着烂木板 走起来一晃一晃的 开始我都是扶下身来爬着过去 后来渐渐习惯 才敢站直了走过去 大沟是天然分界线 把南岸和北岸分为两派 放学以后 常会发生南北战争 隔着大沟用土块攻击对岸 力气大的孩子扔得远 打中对岸的孩子 就会博得一片喝彩 女孩子不参加战斗 但会高声对骂 给自己一方加油打气 我有时也兴冲冲地 投入到战斗中去 但土块只能扔到水里 反倒容易被人家砸着 有一次 头上被砸出了一个大包 满月看见了 就拉着我远远地看他们对打 不让我再去参战 一次星期六 受前一天看渡江侦察记的影响 两岸斗志昂扬 放学后立即投入战斗 你来我往打得难分难解 南岸打红了眼 十几个大孩子 背着木刻的冲锋枪 怀里揣着满满的土块 像揣着手榴弹一样 豪迈地冲过大沟 永不可挡 北岸急忙组织抵抗 但几个好战的初中生还没放学 根本无力阻击 战局已不可收拾 我和满月眼看着南岸的孩子边冲边砸 很快北岸溃不成军 四散向半人身的玉米地里逃去 有的孩子吓得连书包都扔了 满月就边走边捡 身上背了好几个 南岸的孩子乘胜追击 穷追猛打 把好几个孩子都打哭了 我当时很害怕 简直有面临死亡的恐惧 也准备撒开脚飞跑 但被满月紧紧拽住了 她说 你跑不过他们 不如不要跑 你跟我一起 没事的 然后拉着我慢慢走 像是没事人一样 南岸孩子从我俩身边 刷刷地追过去 果然没有打我 对我们俩视而不见 就像我们已经投降了一样 这一仗打得相当惨烈 有好几个孩子都被打破了皮 有的鼻子打出了血 第二天 几个北岸家长找到学校 要把南岸的孩子找出来揍一顿 南岸家长也闻讯赶来 双方都带着镰刀锄头 还有人扛着长筒兔子枪 双方各不相让 吵骂声几里外都能听见 后来校长说 如果要打仗 他就去公安局报警 把他们全抓去坐牢 农村人怕公安局 知道被公安局抓去的都没好人 从那以后 这种南北战争就平息了 他们是战场上的黑色幽灵 他们是士兵们的恐怖传说 他们在黑暗中抠动一次板击 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进退和生死 他们如果不是被惨烈的虐杀 就只能选择沉默地活着 这是他们的荣誉 也是他们的代价 狙击手的传奇 从来就不是阳光下的封碑 幸好 塞浦埃勒伯格为我们留下了东险狙击手 让我们走进那个沉默和坚韧的世界